玄武门之变一直是李渊信中挥之不去的痛苦 因为争夺权力 儿子们相互残杀 父子之间也形同陌路 这个年遇古稀的老人 不愿意目睹父子反目为仇的是非之地 当李世民邀请父亲前往九城宫避暑的时候 李渊拒绝了 就在这时候 一个叫马州的官员建议 在长安城为太上皇迎建一所避暑行宫 太极宫过于潮湿 太上皇的身体又没框雨下 朕真的很担心 马州认为这件事可以昭告天下 皇帝一刻也没有忘记对父亲尽孝 帝国日新月异 国库也逐渐风盈 唐太宗听从了马州的建议 决定为太上皇修建避暑行宫 公元635年的春天 大批工匠汇集于长安城的东北方向 开始大兴土木 新宫殿称为永安宫 后更名为大明 李世民真心希望 大明宫可以成全自己的一片孝心 然而 工程开始不久 李渊就离开了人世 大明宫的营建戛然而止 在中国历史上 唐太宗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帝王 他心胸宽广 善于纳建 任人为贤 统治大唐23年期间 文治武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公元630年 北方的突厥人全部臣服 从公元640年开始 帝国的起兵越过大漠一路西进 公元648年 帝国将安息都护府签至秋辞 西域重归大唐的版图 丝绸之路在经历了中原王朝三百多年的分裂之后 在大唐帝国的经营下又一次顺畅起来 使节奔走 僧侣流动 商侣往来 东方和西方之间重新连接 长安的光辉开始照耀世界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智势 贞观之志 但是 晚年的唐太宗并不愉快 内心一直处于煎熬当中 他不仅要处理繁忙的政务 也为帝国的传承耗尽了心血 唐太宗由衷的期望 李氏家族的荣耀能够代代相传 公元649年 53岁的太宗皇帝病入膏肓 身边服侍的是他选定的继承人 太子李治 李治在端汤送药的时候 看见了风姿绰约的五妹娘 摄氏未深的太子被深深地打动了 你是五才人 回禀太子殿下 我叫 美女 五妹娘是太宗的妃子 已经二十六岁 没有人知道 五妹娘和魏建成的大明公 有什么关系 也没有人想到 这个女人将主宰大唐帝国 整整整半个世纪的命运 就在这年的夏天 唐太宗撒手人寰 作为先皇的妃子 五妹娘被送往长安城中的一座寺院 根据大唐的律法 五妹娘用一首情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五妹娘 五妹娘希望这首情诗能够拯救自己的命运 她无法忍受如花的生命 在寂寞中枯萎 五妹娘知道 只有那个拥有最高权力的人 才能拯救自己 五妹娘的情诗最终送到了太极宫 昔日的太子 已成大唐的高宗皇帝 绵绵的情思使李治久久不能释怀 她始终无法忘记这个曾经属于父亲的女人 唐太宗皇帝 唐太宗死后不久 五妹娘又回到了日思梦想的皇宫 李氏皇族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 在游牧民族看来 父亲的女人嫁给儿子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 公元655年 先皇的妃子成为大唐的先皇后 在中国历史上 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女人 她既美貌和智慧于一身 又拥有超长的胆识和气魄 但是她身上真正独一无二的 是对权力无边无际的渴望 无以言说的命运 给了五皇后千载难逢的机会 史书记载 唐高宗身体累弱 患有严重的封闭症 根据一些学者的推测 封闭之症 很可能是李氏皇族的遗传性疾病 多病的唐高宗 为五皇后通向权力之路 创造了条件 也直接促成了大明宫的重建 太极宫不仅潮湿 而且过于朴素 被疾病折磨的唐高宗 再也不愿居住在潮湿的太极宫 到高宗时代 大唐立国将近半个世纪 威望日龙的帝国 也急需一座与之匹配的皇宫 在停工多年之后 帝国决定重新建造大明宫 公元662年的春天 数以万计的工匠 第二次汇集到长安城的东北方向 规模浩大的皇家工程开始了 大明宫开始重建 但规模已非往日可比 它已不再是皇家避暑的离宫别殿 而是大唐最尊贵的建筑 帝国的新皇宫 唐代诗人李华记载了 大明宫的建筑上